记得上一期暗黑破坏神不朽的视频 大家肯定都非常疑惑 为什么会对这调性那么肯定 这边诚信一下 他们给的太多了 但是今天 我就要以并不客观的眼光来跟大家再聊一聊 这部从内测达到的 公测暗黑破坏神不朽 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游戏 单从单击的角度来讲 游戏下算是可以接受的 相较于正确来说 是款手游有着更快的战斗节奏 按照现在手游的标准来看 无论是推动机型还是轻快 都有着十分不错的战斗体验 至少它在前几关还是这样的 并且作为一款装备驱动型的ARPG手游 本作刷传刷的部分 必然是体验的核心 游戏无论是从过场动画 还是画面效果 都无一不再指向暗黑破坏神3这款正转 但是本作相较于正转来说 还是差了不少 本作整体的装备体系 基本附合于暗黑破坏神3 从白蓝黄到传奇的稀有度 都得以保留 并且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人问题 我总感觉这部手游的暴率 要比正转要高上一些 而在资源获取方面 游戏看似给出了很多选项 但诸如副本一类的资源产出选项的收益 远比我们推脱青野怪的收益要来得要低 搜划地下城 完成其余任务 以及击杀精英敌人 这些随意之线 都很明显能为玩家带来不低于副本的收益 而为了能让玩家有更多的试作 游戏自然保留了大小秘境的设计 在大秘境中爬层赚取特殊材料 完成小秘境 获得宝石与装备的收益 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提升装备的话 那么大小秘境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游戏在玩法上 总体来说还是暗黑系列的经典玩法 在主线剧情的引导下 带我们一路刷出刷来到后期 但是从目前来看 本作单元的优惠体验 无疑就是刷副本 刷秘境 刷野怪 以及加入不休者汉影会 以后的刷日常刷活动 总体来说就是我绕着一个刷子 刷出更好的装备去挑战更难的boss 或者去击败更强的对手 但是游戏在某个地方 对纯单进玩家来说还是有些苛刻的 毕竟这款游戏你想升级的话 最快的方式就去充斥战略 所以如果把它单纯做一款暗黑手游来玩 它不成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只靠自己拼命练及冲绑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一块特别好的杆了 好了那么以上变成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视频的话就点赞关注支持下 我是三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